星期五大眾為葛培里牧師舉行葬禮並讚美他的一生 歷時一個多星期的追思活動莊重落幕 葛培里是他那一代最有感召力的福音派牧師 向全世界千八萬人傳遞過信主的信息 美國總統川普、副總統彭斯等大約二千人參加了 在北加萊羅納州夏洛特市的葛培里圖書館舉行的私人葬禮 夏洛特是葛培里的故鄉 葛培里上星期去世年99歲 他在美國和全世界傳道60多年 通過大型集會向千百萬人報道 並通過廣播電視向幾千萬人傳送福音 葛培里去世後避極哀榮 這個星期較早時他的寧救安放在華盛頓國會大廈圓營廳內 工人尖養 這是美國第一位享受這樣殊榮的宗教人士 歷史上也只有其他三位非公職人員得到過這樣的榮譽 葛培里被下葬在葛培里圖書館的土告花園 暗示在亡妻中路德的身邊 葛培里染博的寧救是由路易士安拿州監獄的囚犯所製作的 前總統老布殊曾經稱讚他是美利堅的牧師 他的墓碑上寫著這樣的文字 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傳道人 主耶穌基督的電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